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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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官方还是市场 即是减税 加大力度减税已经形成了共识 而接下来需要解决的 是如何把减税落到实处 让减税红利 更好的给市场经济 方方面面的主体松绑 那么 究竟如何将减税落到实处 在政府支出规模不变的条件下 结构性减税的积极意义不容忽视 无论是蒋西培所提到的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还是企业所得税 其根本并不在于总体税负的多少 而在于税负结构的不均衡 比如劳动收入的税负较高 而资本性收入的税负却相对而言较轻 在比如中小企业面临的税负压力较大 特别是创新型企业 他们所面临的税负状况都有差异 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进行精准减税 是摆在下一步减税中的真正关键问题 此外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涉及企业税费的种类超过十种 包括附加税费 维护建设费 教育附加费 保障费 防洪费和行政事业吸收费等项目 这些税之外的费负担能否同样有所降低 也值得进一步关注 30余年前 55位福建的厂长经理 在福建日报上发生呼约松绑 从而促使了改革 并记大地释放了经济活力 而这一次的蒋西培建议 可以说是在经济转型 升级新历史关口的企业家呼声 当然 蒋西培建议 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有观点认为 在经济下行区间 从财政角度和宏观调控角度 减税很难下期见投资那样 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是 这并不是说就没有了更多的商权余地和解决方案 如何真正实现在税赋丁收时有更多人考虑 更坚固社会公平 如何在税收的二次分配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把资金导向扶贫攻坚等迷和收入差距的领域 是减税的真正意义所在 也是蒋西培建议 引发舆论常争议的意义所在 ZM的脸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计算完美 如果您出来以下来 但您不要戴了 然后我们出来